欢迎收看荒野无调 我这船怎么办 霸气 好人坡 阿布加夏的C4 我们现在去狗鱼 为什么叫打狗鱼 现在我越发的觉得玩狗鱼就跟那什么似的 打猎 从哪打哪 我们从一个地方开到一个湖湾从码头 开到湖湾然后把船撂这 然后我们往后走 这后边有一条小路 然后那条小路那边有一个水潭 是这块小瀑布的深水潭 今天这儿钓白玉的人实在太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天好 露亚钓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得走林子 我帮我小距离 的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吗 这个叫 姬嘎瑞格 什么 就是 姬沟头 姬嘎瑞格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 钓什么样的鱼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 今天我们不是在码头上钓鱼吗 码头上呢 这块前面有一片水草 很容易挂钩 挂底 这个是钓底的 这是钓底的 它是很容易挂底 所以我们用这个姬嘎瑞格 是因为它软软的 然后呢 裹着那个钩 所以它就不 不容易挂底 是这么理解吗 不是这么理解 你这个理解完全是错误 那怎么记得说说 是怎么说呢 来 看着啊 你看啊 我们来重新穿一下这个 巨杆锤 你看啊 这不是一个假的章鱼吗 其实它模仿的不是章鱼 它模仿的是鱼的背影 你看我们就把这边搓进去 搁在这里头 把这个钩头 就那个 这感觉挺疼的啊 签搁进去 然后你看 把这个 快挂 露出来 然后和自己的这边的这个 快挂 挂上 OK 它这个不太容易挂底 也就是说你看 我今天又用了三个儿 先用了一个寄沟头 然后呢 又用了一个这个 小亮片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叫这个 叫亮片 其实也不叫亮片 也有叫铁板的 反正就用一个这个 然后我用了一个 快速的 这是快速的 你还记得我用那种扁片那种 那是慢速的 这是速度快的 那那下边 然后最后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也是 就模仿鱼嘛 然后这个 最后用一个这个jack bay 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 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里头 我在那个 在那个 Postboro那个 Postboro Lake 那个里头 去钓狗鱼的时候 然后用这个背 搭进去 然后差不多这个这个背 是浅到两米到三米左右的 一个深的 一个 所以我 你看我那个使的那些力量抽的 速度都太慢 如果抽速度快 下去了 挂底了 抽的慢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跳跳就行 我们先拿这个计去试试这个走一遍底 等等等等 答疑时间 好多人问 说大家也想过上这个旅行班的生活 这种生活好过吗 怎么过呀 挑费多大呀 你觉得好过吗 这边不好过 以什么来维持生计 为什么不好过 还有那么小声说的 你跟我说说哪好过 先开始挺困难的 怎么困难 谁让你困难了 你说说 你想想放弃了这种稳定的工作 你那工作稳定吗 就在一外企里就要稳定 现在那外企都不是外企了 那肯定老人老家想那肯定会是稳定 那是老家 那大过分的时代 所以就是还是我跟你说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要说啊 我真的是 我们这跟那旅行他们那不一样 他们那是大款 北京大款 我们这不行 我这没瞅个股 我也没那脑子 我就会带人钓鱼去 也就会干个热子 下一个问题啊 这整个制作过程是大概什么样的 这个是多少人完成的 这个啊 其实这是我特别特别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引以为傲 就是现在的混蛋厨房 孤独旅行家 荒野孤调这些节目 就俩人 我媳妇摄像 我是主持人 然后呢我自己一剪 然后什么都我自己来 那曲儿都我自己的 出院撞 人家以为是一team干的活 结果就俩 就俩人 基本上都是我媳妇摄像 我现在都很少摄像了 真的 就绝了我把愣把我媳妇培养成一摄影师了 所以我跟你说摄影师不难 你走心就行了 所以说呢整个整个 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最早是混蛋厨房的时候 那时候人多 对那会儿不是有拍电视剧那种 对那时候人多 然后呢后来就没那么多钱付工资了 那怎么办啊 那我就自己来吧 我又像当年一样 什么都自己干了 我就学了学 剪辑软件 我一看不难 Final Cut 不太难 然后调色那个大分歧 按不按不也能使 然后就就这么就就就就劝了我自己干了 然后这样的话比较快精简 就我希望 对我觉得效率比较高嘛 对我们俩就互相来就行 最后要大家最常问的问题 这回这船买了到底花多少钱 辈儿大家都辈儿好奇 你们特想知道那船多少钱呢 我就不告诉你们 首先我跟你说 先不能说那船多少钱 就是你没概念 就是先应该说一下 我那到底是一条什么船 就我为什么买那条船 就是这有特便宜的船 差不多就合个五六千块钱 四五千块钱就能买的那种 加币 对加币 就看着还不错的那种船 是那个 刚刚过去那个吗 对对对对 像那种船差不多要卖三万加币左右 啊就这种 看上去还挺高逼格的 对 像那种船是差不多要卖个三万加币 有说二手的啊 二手可能有个跑个十年八年的船 但是船无所谓 你时间跑很长也没什么事 就主要看那发动机好不好 船漏不漏 然后呢 嗯 就是像这种船呢 不值钱 为什么不值钱 算是玻璃缸呢 那很容易坏 比如说就是撞石头 你靠岸的时候 你没有码头靠岸的时候 你没法靠岸 那咱这都没法靠岸了感觉 对啊 就你没法玩野了 你只能在那个高逼格的地方 就码头对码头 嗯 你不能自己也呢 随便上那儿就靠岸了 然后呢 所以呢 我的第一条船 我选了一条铝铝制的一条很古老的一条铝制船 叫London 那条船的名字 就是它是最早期开始做这种旅船的场 然后在纽约 纽约边上就叫 挖了纽约什么地儿一个地儿 反正就是肯定不是布鲁克林啊 就是那小镇子全是做这船的 London 就那地方 就都是这London那船场 然后它们是用那个铝铝绿合金 然后蒙 蒙上的这船 所以说这个理论上讲的这船 就是我死了这船也没事 啊 就贼结实这船 而且它不怕撞 就是你别使劲玩命撞 稍微的客户 你看咱们经常都是会撞一下石头 然后就 对对对 你看那玻璃缸就不行了 就感觉进岸的时候就是 碰撞了 你进很多那种按十万万的时候 擠不进去了 啥事也没有 就上面有划痕 那无所谓 所以这个船很结实很安全 而且速度也不快 最快就开个40公里 也就是这种公里 也就是这种速度 我就一开始先拿着练练手 我也想开那个大铁船去 能装兵那种大铁船 我也想带着好几百吨油 我也想那么干 但是这不是咱没人牛逼吗 慢慢来 所以呢 我就把北京那房子给卖了 这都是说正格的 真是把北京房子给卖 然后老姜一开始完全不同意 然后直到在这看我玩挺高兴 还能挣着钱 老姜他觉得还行 你没胡说八道 所以呢 其实就是你选择的什么生活吧 挑费有多大 你想我把房子都卖了 我那二环一礼的房子呢 挑费肯定 挑费肯定挺大的 就是一般的人就别瞎想了 不卖房子就别想了 一般老百姓 你不卖个房子是别想了 然后能不能回来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我觉得应该能回来 再奋斗一轮呗 就流量高点 然后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是全中国这么帅的一档教育节目 还有旅行节目和美食节目 大家一直特别特别的好奇 禅力王到底是谁 就我呀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是山边那一伙 然后我那公司叫绿林兄弟 我就我是我嘛 是这样就是 就是想知道我大概这个背景 就是我最早啊 我是一程序员 就是很早以前 我是一个写程序的 然后写着写着呢 我就开始自己做网站 扎钱吧那会儿 然后我就自己做网站 我那时候就发现啊 就这美工都不拎 反正不拎了 然后我就自己干 然后后来发现用不着美工了 然后呢 自己都能干了 然后我这网站我能搭了 然后我就发现出一问题 哦原来光弄你网站没用 你得有内容 我一想 我这天生都会摄影 天生就会 组上带 然后呢 我就摄影吧 然后我自己弄内容 然后我跟大网站合作 那时候就找了美国国家地理 真大网站 对 然后就合作 然后那时候就弄了 中国最早的美国国家地理的 一个很早期的 然后包括那时候 还有那个无线互联网上的 那时候还有WAP 跟现在这不一样 那时候还拨号呢 不是那太早了 不是那会儿 就是那个WAP时代 WAP时代就是现在那个APP那个时代的上一个时代 就是短信时代 就是那时候我跟你说我怎么挣钱啊 就包月 十个钱短信旅游交友包月 那时候我们就做这种产品挣钱了 然后就坐着坐着 然后呢就慢慢慢慢 反正就升级呗你这 那升级 然后后来呢 我就又回到了我这个老冬家的一个男设计 就是男人庄 听说大妞那个 然后呢那时候就做了中国最火的一个订阅号 你们听说过有一个就是男人庄一代订阅号 大妞这个 然后后来让人给疯了 太火了是吗 太火了 让人给疯了 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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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我自己做 孤独临家就来了 我最特殊的经历就是来活着 然后活得还不错 不是高兴吗 谁都没有开心 哈哈哈哈 在北极还活得这么开心 没有 那没事钓钓鱼 搭的猎 对大客人 就经常有一些国内的哥们过来找我 因为确实能玩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 我跟当地的一些印第安人混的都特别熟 而且我跟这码头聚熟 哈哈哈哈 这码头混的人都认了我 我觉得你各地钓点的人头 都挺熟的 对那几个印尖尿点我都特熟 印尖人都跟我奔奔熟 我比较会贿赂他们 哈哈哈哈 一块底根烟 哈哈哈哈 然后第一个烤鱼 来个熏肉舞了是吗 对对对 带着小礼物什么的 慢慢慢慢就都好朋友 原来外国人也吃这套 对没错 都是人 你跟人真心交朋友 人家也跟你真心交朋友 那我确实觉得小城市小镇子的这种 人与人这个之间交往的这个 会比大城市更简单一些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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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 这位置真好 你是能看到你的耳吗 看不到 我觉得你姿势感觉 能看到耳真的就跟打猎似的 感觉狗鱼一种就瘫了 这水好清 这一颗费 送你了 还喜欢 还可以 还可以 这颗的 快走吧 快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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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